这人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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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浪 你家这是全体出动 我生怕你金榜高中了 哥哥被抢走 连妹妹都来当守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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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瞧那人着实不错 相貌英俊气度也好 有那么几分 卓尔不群的味道 如果是他入呢 王兄 你看千万不能给我讲啊 陆园外 你呀 尽管拿走 怎么啦 他就是顾廷叶 我不跟您抢 这原来是他呀 风流阵里极先风 武当花下照顾 我女儿 宁愿守一辈子 也不会让她给破坏了 这倒是 听见没有 没人愿意找我这样的当女婿 走 走吧 走吧 怎么样 第几名 我 我没看见公子的名字 怎么可能 我们几个每个角都看了一遍 真的没有 我亲自去 不去 您就别吹了 他们四个人扒着眼睛 找了大半日都没找到 可见是真的没错 万一这几个眼瞎看漏了吗 母亲 母亲 那就是这个脾气 看了以后啊 你就死先了 中了中了 二哥在那儿 二哥中了 二哥中了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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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了中了 确实 一十三名 快 大家告诉你啊 恭喜二哥 谢谢 恭喜二哥 恭喜二哥 这位是白帽双全 那边多加冻粮子 这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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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郎中了也好 我有好消息了 我就给你报喜 好好 好 哥 你在哪儿上了 我找着呢 说我不成情 一次就中的是凤凰林匠 本朝开国以来也没几个 这次不中 下次再考就事了 下次再考就事了 喂 夏六 二叔好 你怎么会没有啊 怎么会没有啊 那你干什么呀 还不快找 好 不可能没有啊 我自己写的 我怎么可能没有呢 小孙儿两个次 这位姑娘啊 你是头一次考虎 你这么年轻啊 将来机会多的是 这次不中 瞎子咋来啊 你说什么呢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考不中呢 你说什么混账话 没中就是没中 有什么人 还不快回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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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 回府 停车 干什么 升长板好像是中了进士 我跟他同堂上班那么久 理应去倒个贺 对对 这是应该的礼数 你去吧 我可丢不起这个人 我可丢不起这个人 长板兄 其实 元柔哥哥家是如此显赫 也不必非要科考才有前程 不是前程的问题 小公爷为这场科考 要是个技术 这 这就没力稳啊 小公爷 是吗 你们不要走 没有救命 有些人 也不想啊 别我 我没事的 刘妹妹 我们好久没见妹妹 你可还好吗 我好啊 你很好 我也去就没见袁柔哥哥了 哥哥怎么不问问我好怕 你满面红光 声音红亮 一看就黑心 用不着的 小公爷 科举艰难 识人皆知 下一科再考一定能中 你真的愿意 愿意相信我还能考中吗 我相信你 小公爷 你才华卓人 我姐姐最清楚了 我们都知道 是 是 你别气馁 妹妹折发 我一定牢牢记住 下次可考 我一定要考中 嗯 那我先告诉你 瞧见没 方才横娃啊 他跟双打的一样 跟盛家的姑娘说了几句话 就欢心鼓舞 重容进退 这些小年小故的丫头 可都不简单啊 盛家姑娘漂亮了 我是说 若是横儿喜欢 就打电打电 姑娘许人家了没有 你老糊涂了吧 她们家有什么爵位吗 她们家有什么爵位吗 重啊 二哥哥 其实 无重也没什么的 我陪着二哥哥 再念几年了 那咱们回去吧 我哪儿也不想去 其实你说日下像苏家那样的 有几家呀 那大多数不都是没考通的 这这齐国公府 他们家也都没重 我现在才知道 为什么当年我外祖 非要把我娘嫁入侯府 那些抢劲式的商骨人家 跟我白家的人一样 都是为了儿女的下半生 我非以为我比别人稚气高险 可没想到 我落了保安 原来我跟他们也是一样 二哥哥 你是侯府嫡子 你怎么能跟他们一样呢 我跟他们也没什么不一样 你 你就是跟他们不一样 你就是为了生口气才来的 你就是为了生口的 这口气 算了 这一次考不动还有下子 可是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呀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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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哥 舅舅 你慢点啊 慢点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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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给娘争气啊 不忙我辛苦生你养你 长白 你给盛家的门没封光了 总算没有辜负我父亲的期望 你休要这么说 你就是最好的 快快 得赶快犒劳犒劳我儿子 开洗烟 洗湿烟 放十里泡着 抱住 始终散钱 抱住 抱住 哪儿啊 这么大的喜事 还不得放抱住 庆祝一下 放十里抱住 大娘子以后啊 越烦嚣张了 这如烂还不随踩到我头上去 我儿子 嫌弄着干什么 还不快进去 现什么眼 来 赶紧 母亲 给母亲道喜了 白儿不负重望 金榜提名了 好 这我已经知道了 来来 大家坐 我且问你 外面这样闹哄哄的 是做什么 我正叫他们扎爆竹呢 本人高中了嘛 今天晚上家宴的时候 咱们全家好好热闹热闹 是要闹得 叫京城都知道 盛家的儿子中了 是吗 都在我家叔叔念书 齐小公爷没中 顾家二郎也没中 咱们家这样大张旗鼓的庆祝 是想打齐国公夫妇 和顾侯爷的脸吗 快快快去 去叫那些出门的采买 那儿都回来 回来 关门庇护 什么鞭炮啊 周承啊 不开不放了 住在京城 竟然这样憋屈 那王公贵气挤得满街都是 还要看人脸色 竟还不如扬州 这儿都回来 你 你 小娘子 你不必觉得扫兴 咱们关市门来庆祝也是一样的 是啊 我早早就给二哥背下了贺礼 就等他金榜提名奉送呢 还是名丫头懂事 比他几个姐姐都强 我吴姐姐也准备了礼物 比我都要贵重许多呢 我拿着礼物 我回去 我给你准备的法国 官人 你叫你懂事 总该给他说亲了吧 再拖下去 咱们百哥可就要过了年纪了 此事急不得 之前我为何执意不许啊 你想啊 我这辈子进中书是无望的 了不起 将来混个银青光露大夫 能三品荣修 那就很体面了 若百儿无岳家提携 他能走多远呢 若他只是个秀才举人 那谁家愿意来提携他呀 大娘子休要怪他 拖着百儿不亦亲 这也是当初我对他的做法 当初他也是中了地 登了榜 我才有脸 到你们王家提亲的呀 母亲说得是 我们王家也是有些好处 母亲 昨儿我娘家姐姐来串门 她把外甥女儿语儿带来了 我瞧着那语儿 相貌性子都不错啊 语儿小时候我见过 是不错 等将来他有了可信的人家 成亲的时候 只会我一生 我好封一份厚礼 是 百儿年少中榜 才华匪人 做什么亲 咱们得慢慢商议 急不得 对 你思虑的很 对 好